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占わせよ 恋する孝順孝季 未来がそんな悪くないよ Hey, hey, hey こんにちは, 修林です 我们先面一起看第十一课的课文 那么在听课文之前 大家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听 日本の漫画はどんな種類がありますか? 日本的漫画都有什么样的种类 就是大家现在一直接触的 或者是没有接触的同学 一听到漫画 会想到是什么样的人群看的 然后我们先听一遍文章 我们看文章里面讲的 究竟日本的漫画都有什么种类 都适宜什么样的人群 好, 下面带着仔细来听文章 漫画とアニメ 日本に来た外国人は電車などで サラリーマンが夢中になって 漫画を読んでいる光景を見て驚くという 日本の漫画は子供向けから成人向けまで 対象の年代ごとに様々な種類がある 会社員の生活や経済に関するものなど 大人にしか楽しめない内容の漫画も多くある 一方 子供向けの漫画でも 大人が楽しめるものも多い 近年中国ではクレヨンしんちゃん ドラえもん ちびまるこちゃんなどの漫画が 子供だけでなく大人からも人気を集めている 日本のテレビアニメも外国での評価が高い 日本で最初のテレビアニメは 1963年の鉄腕アトムだ 漫画をアニメ化したものだが その画質は今とは比べ物にならないほど悪かった その後デジタル技術の開発が進むとともに 高画質の生き生きとした映像が生み出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ドラえもん クレヨンしんちゃんなどの漫画も テレビ番組用にアニメ化され 高視聴率を獲得した やがて最先端のデジタル技術を使ったアニメが 映画館のスクリーンに登場し 娯楽性や芸術性の高い作品が 次々に制作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2001年に公開された 千と千尋の神隠しは その豊かな創造力と高い表現力が 世界的にも高く評価された 好 では次の文章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ティムは漫画とアニメ 漫画と動漫 日本に来た外国人は電車などでサラリーマンが夢中になって 漫画を読んでいる光景を見て驚くという 這句話の最後在 トイウ这里 トイウ 我们先要看一下トイウ是什么 那么何々トイウ 海外に留学を希望する学生が増えている トイウ 据说希望去海外留学的学生 再不断的增加 続いて レポートの締め切りは 来週の月曜日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这是完整的说法 那么据说 这个小報告的截止日期 是下周的星期一 好 那トイウ是据说 我们回到课文 那就是据说 据说有一个事情 这个句子非常的长 我们先找出主干来 关键句子 关键词 那也就是主语是 大家看一下主语是 ガイコクジン 然后下来我们找 ガイコクジン发生了什么样的动作 只找ガイコクジン发生了动作哦 那这些全部是定义部分 不是了啊 那ガイコクジン发生了动作在这儿 看到并且很惊讶 是不是啊 那么可以先这样说 据说来日本的外国人 看到什么什么非常惊讶 这样的大方向就有了 下来就是里面看到的什么 看到的光景 看到了什么光景呢 在什么地方呢 在电车里看到的 在电车里看到什么呢 工心族 上班族 muchu ni natte 是着迷的热衷的 非常着迷的看着漫画的光景 非常的惊讶 整理一下 据说呀 来日本的外国人 他们在电车里看到 工心族非常着迷的 看着漫画的情景 感到非常的惊讶 先找出整个句子 结束在哪里 是以什么样的语气 结束 然后找出主干来 那么长句子呢 就很容易把它 捕捉准确 続いて 日本の漫画は こども向けから 成人向けまで 対象の年代ごとに 様々な種類がある 这也是我刚才 问大家的问题 都有什么样的种类 我们看有向け向け 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针对的 面向的 一开始就设定好了 有からまで 又使用来列举 为了范围之广的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 灵活的处理 日本的漫画 既有面向小孩子的 也有面向成人的 何々ことに 年代可以理解为 数量词 数量词加ことに 是每个 是不是啊 那就是 每个这个 针对对象的年龄段呢 都有各种各样的种类 那就是 不是只有小孩 对吧 各个年龄段 都有 整理一下 日本的漫画 既有面向小孩子的 也有面向成人的 在各个年龄段呢 都有各种各样的种类 はい 続いて 会社員の生活や 経済に関するものなど 大人にしか楽しめない 内容の漫画も多くある 还有一种漫画 也很多 中心词在这里 这种内容的漫画 也有很多 什么内容呢 在前面 像列举的 像这个 公司员工的生活呀 还有经济相关的东西呀 这种什么呀 只有大人 才能够欣赏的漫画 しかない 是 直 行 只有大人呢 就针对大人 他才能够欣赏的 这种内容的漫画呢 也有很多 はい 下一段 一方 子供向けの漫画でも 大人が楽しめるものも多い 另一方面 即使是面向孩子的漫画呢 但是这些漫画呢 大人也能够欣赏 这种漫画也非常多 即使是面向孩子的漫画 但是大人也能够去享乐 欣赏的漫画也非常的多 不是只能孩子看 近年 中国では クレヨンシンちゃん ドラえもん チビ丸子ちゃんなどの漫画が 子供だけでなく 大人からも人気を集めている 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一部 这个漫画的名字 是吧 近年来在中国 像 クレヨンシンちゃん ラビ小新 ドラえもん ドラえもん チシモ チビ丸子ちゃん 樱桃小丸子 中文翻译 等等这样的漫画呢 这些漫画 不仅仅是小孩 也非常受到大人的欢迎 也从大人那里 招揽了人气 这个意思 はい 続いて 日本のテレビアニメも 外国での評価が高い 評価 只能针对高低 日本的动漫 在国外的評価 也非常的高 日本で最初のテレビアニメは 1963年の鉄腕アトムだ 鉄腕アトム 那 稍微像 七八十年代 出生的孩子们 应该都看过 鉄腕アトム 那我们看说 这个在日本呀 最初的这个动漫呢 是1963年的 鉄腕アトム アニメ アニメ アニメが 把前面的名词 变成 把这个状态 变成了前面这个名词的形式 然后可以撒变动词的话 就是 把漫画 动漫画 那我们怎么说呢 是把漫画拍成了动漫的产物 但是 它的画质 画面质量 就是说 当时这个 铁皮アトム的画面质量怎么样呢 我们看 位于部分就是 悪かった 它的画面质量很差 那前面呢 给罗列了一个差的程度 差到什么程度呢 とは比物にならない 就是我们单词里面讲的 无法比拟 就当时它的画面质量呢 差到于现在 根本没法比的程度 就这个铁皮アトム 那个时候的 画面质量是不清晰的 好 続いて その後 デジタル技術の開発が進むとともに 高画質の生き生きとした映像が 生み出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我们先来看一下 その後 その後的用法 その後 那之后 我们就等同于 何々タアトデ 在什么什么之后 不过その後呢 一般呢 就只用于举手 不用于举中了 比如说 その後 おかわりありませんが 那之后 您没什么改变吧 那我们同学也会看到 这个語呀 有的时候也能读 アト 同学就问 老师呀 那他能不能读 その後呢 可以 有その後 不过稍微呢 不太一样 首先呢 它是主要用于口语的 再一个呢 它是表示这个具体的动作 在很短时间之后的这个发生 我们看一下 具体动作在很短时间之后发生 就很清楚 很具体 而且呢 衔接的很近 比如说 今日は午前中 首長の報告をして その後 JC企画へ打ち合わせに行きます 非常明确的动作 而且是连着的 都是一天之内发生的 很短时间之后发生 今天呢 上午呢 我要做这个出差的报告 那之后 然后 要去JC企画公司呢 开个会 就是その後 和その後 回到课文 学内之后 那之后 铁比阿童木之后了 トトモに出来了 这里我们看一下 前面动词 ススム 进步进展 后面 ウミダサレル 产生诞生 那是随着 对不对 那之后呢 随着数码技术开发的进步 那也诞生出了一批 高清质量的 生机勃勃 栩栩如生 这应该是我们做的动漫了 应该是栩栩如生的 更好一些 又诞生出了一批 高清质量的 栩栩如生的 影像作品 我们看 ウミダサレル 最后还有一个 ヨーニナル ヨーニナル 这里应该是属于 状况的改变 这种用法 因为之前没有嘛 是不是 之前是那种质量 很差的 那现在诞生出来了 整理一下 这个长句子 那之后 随着数码技术 开发的进步 也开始诞生出了 一批高清质量的 栩栩如生的 影像作品 続いて どういう内心呢 ドラえもん クレヨン 新疆 などの漫画も テレビ番組用に アニメ化され 高視聴率を獲得した 像 ドラえもん 还有这个 阿比小新 等等的漫画呢 他们也 就是拍成了 这个动漫 用于 电视节目用 电视节目 获得了 高手数率 続いて やがて 最先端のデジタル技術を 使った アニメが 映画館のスクリーンに 登場し 娯楽性や芸術性の 高い作品が 次々に制作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又是一个状況的改变 也变得 怎么怎么样了 那やがて 不久 不久呢 那种 使用了 最尖端 数码 技术的 动漫呢 也开始 出现在了 电影院的 影评上面 就拍成 电影了 那 接下来呢 娱乐性 艺术性 高的作品呢 就开始 接二连三的 被制作出来 不断的进步 状况不断的改变 はい 続いて 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 就是 2001年に公開された セント・チヒロの 神隠しは その豊かな想像力と 高い表現力が 世界的にも 高く評価された 这个大家 应该都看过了 我们看 チヒロちゃん 这个主人公 就在这里 应该能想起来 说这个2001年 公映的 千语千询 中文翻译 千语千询呢 那么 他丰富的想象力 和超高的表现力呢 在全世界都获得了 非常高的评价 在后面诞生出来的 非常 这个 优秀的 娱乐性 艺术性 高的作品当中呢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セント・チヒロの 神隠し 那么 这是一篇 学日语的同学 应该都非常感兴趣的文章 因为我相信大家呢 都是对漫画 动漫 很感兴趣 然后呢 来选择这个 开始接触日语的 所以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 了解一些漫画 动漫的发展历史 以及各个各样的种类 不是只针对于 小孩子的 小孩大人 各个年龄段都喜欢 而且是怎么样一步一步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 非常高清的 非常超高表现力的 想象力的 这样的动漫的产生的 那么 结束的时候呢 大家来回想一下 刚才的课文内容 日本のテレビアニメが 最初に作られたのは いつですか いつですか 那个年份想不起来了 大家能不能想起来 那个 最初のテレビアニメは 何ですか 鉄腕アトム 就是在 鉄腕アトム最初的 这个动漫 时间是 1963年 1963年 那下一句 その頃の画質はどうでしたか 当时它的画面质量 怎么样呢 大家用文章里的 一句原话来说 有一个惯用的表达 还有一个程度的 その画質は 今とは比べ物にならないほど 悪かった 非常的差 差到与现在的完全 无法比的 好了 那么本集的重点 何々都有表示 是听说 何々事 你要再次回顾 就在数量词后面 每一个 这动词基本性 可以表示 每当 その後 还可以读 その後 有什么不同 好的 那么这一讲 就先到这里 はい これで 结束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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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